念了再去唐一本的看 看唐一本的文 故中有寻 不乎听耳 乃至不闻 亦诺有他 背前于善诺 为所说法者 不去拯救 于善诺 凡则有寻 是印度 居立的里程的单位 有大中小 前面我们修过 大有寻 有寻 八十里 小有寻 六十里 中有寻 六十里 小有寻 四十里 没有说 中小决定是大 大有寻 一个有寻 八十里 八十里 一山路 为所发者 不去证据 能听见的 不到一切祝福刹处 就在极乐世界 也能听见 能听到 好像我们现在 收听 电视一样 网络一样 我们收的 空间不大 还不能 普遍全球 在地球上 这个局部局部 一部分 到西方极乐世界 看的能力 听的能力 完全没有障碍 上方 一切诸佛刹处 都看到 都听到 准上克制 根据上面所说的 我们就知道了 极乐天人的儿童 语言超儿臣 阿罗汉 比之父 比不上 差太远了 不但破闻 设法身影 且能听 无量诸佛说法了 设法一切声音 听得到 一切思想 看得到 实际上 最重要的是 听诸佛说法 借诸佛的向后 闻佛说法 这个功德 大了 末后这一段 陈县大死 他老人家说 慈通知晓 提醒我 这个神通 太重要了 为什么 地狱中苦之神 莫归寂寞之神 你看到 你听到啊 你看了 听了 动不动心 文智 这个阵子 这个阵子 可能有问题 念老在下面 住得很好 或者是阵 或者是 聚 聚 聚 那我们就念 文智 拥增大辈之神 你听了 你看到了 你会生起 大慈大悲 就苦就难了 要不要就帮助他 这个在地狱恶鬼 受鬼的重生 受苦的重生 与你有缘 你立刻就认识 认得他 过去 我们在六道轮回的时候 在什么时候 在什么处时候 遇到苦虑人 跟这个人有关系 说不定 父子关系 兄弟关系 朋友关系 有关系 佛不度无缘之人 有关系就是有缘 有缘就是 你一去跟他说法 他会听 没有语言的 他不接受 有语言的 他接受 所以 化身道 无量无边 诸佛叉土 岂不是 上求佛道 下化中生 上求佛道是 佛灰 佛灰 双修 下化中生 是就苦就难了 引导这些有缘中生 入佛门 引导他们 求生 净土 通通通到西方 西洛西 这叫神 菩萨道 阿 阿 你 陀佛 阿 你 陀佛 阿 你 陀佛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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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